男人是自尊心很強的一種生物 所以絕對不會輕易對別人示弱 但如果他很喜歡你 甚至對你有很高的信任感 這時候男生便會開始卸下自己的心防 跟你分享不能跟其他人說的事情 嗨 我是鬼才阿水 很開心日更的內容一轉眼就滿約啦 當中除了遊戲內容外 最多人反應良好的就是兩心話題 有人說愛情最美的時候就在曖昧期 但到底女生要怎麼判斷 男生對你有沒有意思呢? 今天阿水就來跟大家分享 男生喜歡你的五種舉動 第一點 展現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受到肯定 特別是在喜歡的人面前 所以當男生喜歡你就會拼命展現自己的優點 甚至有的人會開始吹牛逼 例如比賽得名阿 考試考得不錯阿 工作績效很好 獲得老闆賞識之類的 也有可能平常很邋遢的他 跟你出門時會開始打扮自己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男生 切記即便在你的眼中 他要的表現不怎麼樣 你還是要發自內心的讚美他 當你越肯定他 他就越會變得越接近你心目中的樣子 第二點 有事沒事的聯繫你 男生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可以在家睡一整天 滑手機打電動打球喝酒一堆行程 身邊也永遠有豬朋狗友可以找到事情做 但當你發現他會開始有事沒事的聯繫你 三不五時就傳訊息關心你 詢問你有沒有空 那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 你的重要性大過於自己 那就代表他是喜歡你的 第三點 帶你融入他的生活圈 如果你發現男生的生活圈 工作圈 甚至連他的家人都知道你的話 那就代表他喜歡你很久了 唯有注意到你 並且喜歡你 他才會跟他身旁的人分享你的存在 代表你是特別的 如果有天你認識他的親朋好友時 卻發現大家對你早已遼落執掌的話 千萬別驚訝 那只是因為他喜歡你很久了 第四點 跟你分享心事 男人是自尊心很強的一種生物 所以絕對不會輕易對別人示弱 但如果他很喜歡你 甚至對你有很高的信任感 這時候男生便會開始卸下自己的心防 跟你分享不能跟其他人說的事情 代表在你面前 他可能已經是全藍的透明 這時候靜靜聽的就好 第五點 對你有戰有欲 你是否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男生開始管你的衣著太暴露 為什麼開始擔心你太晚回家 甚至連你跟其他人一起出去玩都要吃醋 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這個男生心裡已經認定是你 所以才會開始想要插手你的人生 下次當你遇到就知道 這就是他喜歡你的象徵了 最後 大家還有沒有覺得 男生有怎樣的表現 也是喜歡你的象徵呢 快到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說不定就會成為下集的內容喔